第868章定下 苏行泽在冀北待了五年 被燕回英一直调令 调回了京城任兵部赏书 他是大梁史上官生的最快 最年轻的兵部赏书 25岁的苏行泽回京时带了一个姑娘 姑娘十六七岁的样子 他从13岁见了苏行泽后 就缠着他一直缠了四年 苏行泽虽然没有刻意不娶妻 但也没想找年纪太小的小姑娘 比他最小的妹妹都小 他觉得不大好 但姑娘缠得紧 鬼点子太多 四年的时间 足够他看出姑娘是铁了心了 他被她缠不过 也觉得是到了娶妻的时候 今年接到调令后总算吐了口 定下了与姑娘的亲事 姑娘姓柳单名一个鱼 家是黄商主营不匹香料 与岭山之灶有些关系 他是家中独女 但即便父母将他宠得如猪四宝 要星星摘星星 要月亮摘月亮 也没想过自家女儿会这么能耐 只去祭北将军府送一趟布料 见到了苏大人 便一眼看中 唬得不行 直接追着人就要嫁 柳父柳母登门请罪 被苏行泽客气气地请吃了茶 送出了府 没有为难 柳父跟柳母悄悄说 鱼儿这丫头 看中谁不好 偏偏看中苏大人 哎 要我说 没戏 你还是管着那丫头打吧 刘母也犯愁 都被你宠坏了 小时候我要严厉地管 你说什么 你说咱们家偌大的家业 女儿家不能太柔顺 否则被人欺负 她无法无天歇 总好过柔柔弱弱 循规蹈矩如今倒好 她心底天高 多少商骨家的公子 她瞧不上 偏偏看上了那天上院 苏大人是什么身份 是她能肖想的吗 哪怕是个欺品官 咱们也能配一配 如今可配不起 当今世上 是农工商 商人身份最低 哪怕是皇商 虽然因男储王女 自将凝聚经商发迹 让商人的地位高过前朝 但还是低 他们想都不敢想 未来女婿 会是高官众位 两人哀叹气 只能拼命地管 但怎么也管不住柳渝 一个看不住 他就跑去了苏行泽跟前晃悠 翻墙 钻狗洞 学着画本子上 风流公子 讨好姑娘的做派 隔三差五 给苏行泽送东西 每次都惹得苏行 则无奈服 又因是皇商 有银子 好东西天南地北的逃弄 有些太过新奇 是苏行 则没功夫逃弄 也逃弄不到的 看住精巧 舍不得扔 总是想到 远在男储的小外甥女 见了一定喜欢 便留下送去男储了 柳渝多金啊 小女孩立刻抓住了 她的软肋 石金儿的倒腾 一来二去 一晃四年 楚安自从会自己握着小毛笔写信后 每次来信都是亲亲舅舅 最爱的舅舅 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宁颂的玩具云云 苏行泽无奈 也就纵容了柳渝四年 渐渐地 也明白 这姑娘 她是娶定了 如今彻底定下了与柳渝的婚事 让柳父柳母 晕晕乎乎 觉得天下红雨了 砸了他们一个多头兜脸 他们成了苏大人的岳父岳母 这真是 他们女儿真出息啊 要说除了柳渝 没人敢缠苏行泽 自然也不是 击北多少女儿嫁 都惦记着她 只是没有柳渝年纪小 脸皮厚 还古灵精怪 大梁精中也有多少姑娘惦记她 一个个的 都白惦记了 苏行则推了多少高门贵女 唯独柳渝 静得了她的身 真应了苏家大夫人那句话 男人八十 能娶十八 她一点也不操心儿子的婚事 如今还真实 没用她操心 媳妇就有了 她捧着书信吃笑 对苏荣说 这么小的小姑娘 比你还小 难为她下得去手 苏荣了 母亲 自从大哥四年前 送她送的玩具来给楚 安 我就知道会有这一日 我大哥是什么人啊 若不打开这扇门 再好再精巧的玩具 都送不到楚安手里 苏大夫人气笑 所以 你是说 她一个二十多岁的人 早就看中人家十三四的小姑娘 也不害臊 又说 她就不能真为了外圣女的玩具 牺牲一下自己 苏荣挽着她胳膊 定是第一眼就和她演员 否则多精巧的玩具 都送不到她手上 被她瞧见 再舍不得 留下送来给楚安大夫人 想想也是笑骂了一句 出息 喜欢年纪这么小的 苏行则带着柳玉回京 自然也让京中一众贵女 失望心碎不已 这一朵高岭之花 是谁也不用惦记了一个的老大人 也长吁吁短叛 恨自家没一个出息的姑娘 早早送去祭北 拿下她 这可是陛下看中的未来辅政之臣啊 是继陛下当年放走了周四公子后 看中的将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朝中重臣 别人都没有皇商柳家 有这个福气 幸亏柳家没儿子 否则岂不是该改头换面 清云直上了 不过他们都料错了 苏行则与柳玉一亲时 早就对柳父柳母言明了 他与柳玉将来 会有一个孩子姓柳 继承柳家家业把柳父柳母说红了眼 差点当着准女婿的面痛哭 他们何得何能 柳玉也没料到 他目瞪口呆 在无人时 他小声跟苏行则说 其实不用的 我父母不是十分在乎 对比家业 他们更在乎我苏行则对他 笑 温生说 用 我家的家风 就是更疼女孩子 你是你父母的掌上明珠 嫁给我 总不能就不是了柳家偌大的家业 无论什么时候 都姓柳 就如我妹妹 是南楚的王 他嫁给周顾 虽未改名改姓 但将来的南楚江山 永远姓楚 周顾也死活 不会让后代做江山的人 姓周一样 我亦不会 柳玉扑进他怀里 抱住他的腰 蹭了蹭 满足地说 苏大人 我好有福气啊 苏行则伸手还住他 眉眼含笑 那你乖些 回到京城的苏府后 别再钻狗洞翻墙了 柳玉讨价还价 那你也乖些 回到京城后 不许看任何女人 你是我的 苏行则失笑 自然 第869章父子 大姐拘一 苏旭在江州任职多年 如今也接到了陛下调令 被调往京城 近乎不任职 他为官多年 不如儿子升官快 官职高 但他依然很高兴 毕竟儿子实在是太有出息了 论整个大梁所有年轻官员 就没有比他儿子 更有出息的人 但是 他高兴归高兴 他想辞官 他已经给陛下 上了折子请辞 但被陛下驳回了 他想着辞回入京 面见陛下时 再跟陛下好好央求一番 争取让陛下看到 他与妻子分离两地的 可怜之处 放他辞官 说起来 苏旭心里满腹怨气 当初大夫人离开时 他就知道 他不会那么快回来 他早有预料 那个没良心的女人 年轻的时候 心里就没他 后来他得知了 他年轻时的事 赌心的当真 收了他给他那的大姨娘后 便赌死了两人 情情爱爱的路 后来破罐子破摔 他自己主动 抬了一房又一房的姨娘进门 也彻底下了 跟他好好相爱的心思 他们不再打架 也不再吵闹 他做他的老爷 他做他的大夫人 妻妾和睦家庭和美 一晃多年 而女都大了 他要离开去南楚时 他才恍然惊觉 生怕他一去不回 如今可好 五年了 哪怕他临走时 他万般不舍 抱住他哭也没用 他一点回来的打算也没有 在南楚 每天月和活地守着女儿 女婿 外孙女过日子 乐不思数 如今女儿又怀孕了 他更是有理由不回来了 他若是不去南楚找他 他怕是把他都忘了 苏续先苏行 则一步入了京 安顿好后 苏行则带着柳鱼 也进了京 父子二人 虽然一个月一封书信 但也五年没见了 如今见面 苏续一下子红了眼睛 对他拐带回来的准媳妇 他十分欣慰 毕竟 没有大夫人操持 他几乎怀疑 儿子会打公棍 幸好有女孩瞧上他 晚上 父子二人挑灯说话 苏续跟苏行则诉苦 你母亲怕是把家都忘了 他上一封来信 还是半年前苏行则看住父亲 实在不忍告诉他 他母亲给他写信 还算是勤的 至少一个多月一封 这半年里 他收到了他四封信 对比父亲之一封信 住时有些惨烈 苏续问 你母亲这半年 给你写了几封信 苏行则善良地骗父亲 两封 苏续心里好受些 他给你这个亲儿子 才写了两封信 给我一封信 似乎也说得过去 苏行则沉默地点了点头 苏续又红了眼睛 我想他了 我想辞官去找他 小可爱 我至今还没见着呢 苏行则叹气 父亲 您再坚持两年吧 如今在一众朝城里 您还不够知识的年纪 再说如今朝中 也正是用人知计 怎么就用人知计了 这些年 陛下选拔了多少贤才入朝 我大梁人才挤挤啊 苏续不懂了 苏行则压低声音说 要开战了 苏续顿时坐直了身子 也压低声音 怎么这么快 难处准备好了 如今只等大梁准备好 万事俱备后 自然就提上日程了 苏行则道 苏续半晌没说话 那 这若是打起来 要打多久 苏行则摇头 不知 他看住苏续陛下将我调进兵部 将您调进户部 就是这个用意 兵部要兵马齐备 户部要粮草充足 这样的大事 只能交给信任的人 燕回音信任苏家父子 因为他知道 两国联兵 苏家父子是最希望 大梁与南楚营的人 苏续深深叹气 什么想法都没了 好吧 还是要以国事为重 他无奈 你能不能劝你母亲 回来看看 说完 他又改口 不 你却估计不管用 你赶紧大婚 他就回来了 苏行则也无奈了 父亲 还有半年 我刚回京 朱时颇多 怕是来不及 再说我刚与柳玉定下 也不能太仓促就娶了他 苏续埋怨 你说说你 早干嘛了 你该早大婚啊 去年就该把人定下 你都这般年岁了 柳玉年纪也不算小了 你难道还要再拖二年 万一这样打个三五年呢 你就一直不成家了 这怎么行 依我看 就这半年 赶紧大婚 将你的婚姻大事办妥 苏行则看住他 就算我在半年内大婚 母亲也未必回来 妹妹又有孕了 且月份大了 他要照顾妹妹 苏续这时也不心疼女儿了 立刻说 圣安大长公主 与国公夫人都在身边 也不缺他一个小旗身边 多住人会把他照顾的 好好的亲儿子大婚 他怎么能不回来 他可救你一个儿子 苏行则看住父亲 斟酌片刻 笑着点头 也好 儿子明儿与鱼儿商量一番 他若同意 我便尽快准备 然后给母亲和妹妹去信提此事 苏续顿时开心了 对 就要这样嘛 你大婚后 也赶紧生个孩子 你母亲有了孙子 就不惦记南处待住了 总要在家帮你照顾子嗣 苏行则失笑 这可不见得 父亲您别想得太好 南处待得舒服 连老国公与圣安大长公主 都不打算回来了 更遑论母亲 他最喜欢妹妹 乐意陪他 谁也没有办法 苏续叹气 他也想去南处 偏偏身不由己 走不了 真是后悔年轻时 跟他赌气 苏行则看住父亲 也不知该说什么 他曾经与苏蓉一样 也以为父亲对母亲 就如寻常人家的夫妻一样 没太深的感情 所以 一房又一房的纳切 过着与寻常人家一样 又不一样的 妻妻和睦的日子 没想到 到头来 父亲是喜欢母亲的 据说这五年来 虽有姨娘们陪着 他却常喜欢一个人 住在母亲的屋子里 睡几位姨妈 本来都不是争风吃醋的人 也就多由他 日子将就住过 也没人生风波 他不会走父亲的路 他给了柳玉几年长大 他仍旧喜欢他 那么 他也就认定了他以后 他只会有他一个妻子 第870章开窍 大姐局二 苏行则入宫 拜见燕回生 燕回生 留他用了午膳 出宫后 他便被谢灵截住了 谢灵看住苏行则 苏兄 你不够意思啊 我还没找到心仪的姑娘 你怎么就先找到了 如今徒留我一个 我母妃要把我念到死了 苏行则看住她 谢兄还惦记着秦小姐 谢灵猛地咳嗽一声 否认 不是 他勾着苏行则肩膀 叹了口气 我当初是亲眼瞧见过 周顾与苏蓉两人 是如何两情相悦的 我就想也找一个 秦鸾不喜欢我 不想嫁给我 那我就放下了她 但这几年朝中太忙了 你知道的 我哪有时间去找到 心仪的姑娘了 她嫉妒地说 我不像苏兄你 被姑娘围追堵截 如今你抱得美人归了 我一直以来 拿你推挡我母妃 如今倒好 我没挡剑牌了 被我母妃数落得好惨 苏行则想了想 说 难处叶二公子 也还没娶妻 谢灵 她能跟叶龟学比吗 叶向跟著王上 早一同退朝告老了 叶龟学顶替了叶向的位置 如今是辅正之臣 她有多大的脸 跟人家难处最年轻的叶相比啊 她叹气 比不了 苏行则也爱莫能助 她即便没有柳余 她家中也没有一个 为了她的婚事 每日念叨的母亲 她母亲才不管她 娶不娶妻 只要有女儿女婿 小外孙女 没日就很开心了 走呗 今儿陪兄弟我呗 咱们找个地方 聊天喝酒去 谢灵拽苏行则 苏行则点头 称 两人进了迎客坊 刚坐下不久 陈州与江行便找来了 这二人在两年前 都已娶妻 一个娶了御史的孙女 一个娶了郡王府的小郡主 谢灵不太待见二人 你们两个不回家 哄媳妇而去 来这里干什么 陈州挨着苏行则坐下 回答他 苏兄刚从皇宫回来 便被你杰族仙灯 拐来了这里喝酒 我们去苏府找不到人 只能也找来了 他叹气 谢兄 你连每次见着我们 都没好脸色啊 你找不到心意的姑娘 又不是我们的错 是你自己太挑剔了 多少高门贵女 想嫁给你 任你选 但你不选啊 这可不是兄弟 我们俩故意扔下你不管 谢 灵用鼻子哼了一声 我不待见你 是因为这个吗 是你那个妻妹 竟然趁着宴会 给我下药 陈舟咳嗽 这 她一个孩子 不懂事 不是被我岳父罚了她 嫁出京城了吗 谢灵想起当初就没好气 同是庶女 我怎么就没有周顾名好爱 陈舟无语 这庶女与庶女 能一样吗 苏蓉人家是男储的王女 从根上就高贵 如今是人人推崇的王了 她当初竟然还痴心妄想喜欢她 真是回想起来 自己都觉得脸大 苏蓉没揍死她 的确是看在小时候 骗她那几两银子的交情吧 谢灵又转向江行 还有你 你那妻妹 在我下药那日 扭头看了我一眼 就跑了 她竟然跑了 江行无奈 她不跑难道救 你吗 怎么救 谢灵一夜 陈舟也问 陈舟也问 是啊 怎么救你 你别赖上人家女儿家的名声要紧 尤其是她妻妹虽然是郡王府的人 但可不跟郡王府姓一个姓 人家是继母带来的女儿 而且她身份不高 救了你 毁了名声 岂不是会被人说高攀你 不躲你躲谁 谢灵彻底哑口无言 江行看住谢灵 你后来私下里 找了她好几次麻烦 她差点都要离开郡王府 回老家去了陈舟都震惊了 你心眼何时这么小了 肃武 邢泽在一旁悠悠地说 谢兄 你别看上人家不自知吧 谢灵猛地一将 江行恍然 失笑 我就说呢 你谢小王爷 何必与个女儿家过不去 原来是起了心思 陈舟无语了 你白长这么大了吗 连我都知道 喜欢一个人 不是这样的 你是不是傻啊 瞧你把人家吓的 以为你记仇要报复你起了心思 你竟还不知道 竟然还牵连怪上我们俩了 谢灵耿住 被鼠落一通 张了张嘴 发现无话反驳 陈舟取消她 怪不得你至今娶不到媳妇儿 有心仪的姑娘 也会被你下眉 对你退避三社了 她拍拍谢灵肩膀 真心建议兄弟 你赶紧让你娘登门去提亲吧 我可是听说了 那位李姑娘 长得美 也有不少人家登门求取了 如今 郡王府的继夫人 正在为她择选夫君 左挑右看的 据说有重义的人选 你去晚了 可就没戏了 谢灵扭头看江行 江行肯定的点头 是这样的 不过我建议你 还是先让我那七妹 对你打消 觉得你小心眼 要对她报复的心思 否则 你娘即便请了没人去 也会被婉拒 谢灵顿时有些坐不住了 李婉她果真很嫌弃我 陈州大笑 何止是嫌弃你啊 人家是怕你 你是什么身份 人家敢高攀吗 况且你想想 你这二年来 都做了什么 找了人家好几次麻烦 换谁谁不嫌弃你 谢灵狠狠抓了一把头发 我 我也没有对她如何 就是在街上 拦了她两次 问她为什么见了我就躲 陈州常常地呕了一声 那人家是怎么回你的 谢灵憋了憋 她说不敢高攀 陈州嘖嘖 然后你就挠了 谢灵回想起她几次黑脸 你也片刻 嘟囊 我哪里就让人必如蛇蟹了 她站起身 对苏行泽说 苏兄 我今儿不跟你喝酒了 改日再喝 我得去找她 她说完 转身就走了 陈州顿时敬佩 不愧是谢小王爷 一旦开窍 雷厉风行啊 怪不得她做大理寺的头把交椅 大理寺 有她查案 也是装装件件的案子 都水落石出 雷厉风行 将刑部都比没了 苏行则想起今儿 谢灵对她一通诉苦 如今转眼人已去追姑娘了 她好笑 看来从今以后 她不必再被瑞安王妃说刀了 第871章 横冲直撞 大结局3 谢灵这么多年 性子都没怎么变 认准一件事情 就是雷厉风行 从银客方出来后 直接去了郡王府 自己登门拜见 郡王正在府中 看住这尊神 心想着府中无人犯案吧 她怎么会突然登门 别是她不知道的时候 郡王府的哪个犯了事 牵扯了大理寺的案子 她客客气气地将谢灵请进门 还没开口 谢灵便直接说 我是来见李婉的郡王心理 咯噔一下子 心想着这事怎么还没过 这都两年了 谢小王爷不依不饶 实在让人头痛 难道真依了李婉的意思 将她送出京城 那她的夫人 岂不是要日日惦记住 李婉虽不是她的亲生女儿 但她是乖顺的孩子 怎么就倒霉的那日 撞到了谢灵被吓咬 还自己跑了呢 虽然她也觉得跑得对 但这尊大理寺的沙佛不觉得 她正心里想着 怎么找个借口替李婉推脱 谢灵又开口了 我是来找她道歉的 啊 郡王都猛了道歉 道什么歉 谢灵有些尴尬 迟到两年的道歉 为当年那件事 她跑得对 郡王更猛了 这 这 小王爷 您怎么突然 谢灵压低声音 更直接地说 我想娶她 郡王脸色顿时变了 您不会是娶回去报仇吧 谢灵脸煞是黑了 看住郡王 郡王后退了一步 谢灵压着脾气 小声说 我是后知后觉 幸好今日金苏尚书提醒 我才恍然 原是我对令院心仪 郡王差点晕过去 震惊又无语地看住谢灵 心想着 有你这么心仪人的吗 把她敏家都快吓死了 把她妓女都吓得要躲出京城了 她也一下子黑了脸 小王爷 这可不幸开玩笑 没开玩笑 谢灵抬步就往里走 我这就去见她 与她仔细说个明白 郡王连忙追她 内院不能进 谢灵停住脚步 你拦我 不等郡王开口 她就慢悠悠地说 想当年 我打不过周古 但不代表如今 我闯步了一个郡王府 郡王差点背过气去 怒道 你这是想结清 还是想结仇 谢灵一叶 气势瞬间一散 但还是绷着脸说 我今儿必须见到李婉 她虽然惊人提点后知后觉 但却不傻 知道她与李婉的误会 若是她今儿见不住人 说不清楚 如今她想取她的风声 一旦传去她的耳里 她怕是就跑了 没准连夜出京 这可不行 郡王深吸了几口气 你先容我想想 我要取的是她 你想什么 谢灵不管 直接继续往里走 郡王只能跟住她 哎哎哎 你 你站住 谢灵大不留心 她知道李婉住在哪里 曾经在她被人下药 找太医院解了药的第二日 她就曾闯来郡王府 对她盘问过话 郡王拦不住人 只能吩咐蒲丛 快去传话 让婉姐儿赶紧收拾准备准备 出来见谢小王爷 谢灵没拦着蒲丛那人 撒腿就去了 李婉正在读书 听人来传话 她愣了一下 低头看了看自己 好像也没什么好收拾准备的 她放下书卷 走出内室 谢灵来得快 很快就来到了李婉的门口 在郡王张口阻拦下 大踏步闯进了她的院子 郡王气得直瞪眼 这是想娶人吗 这架势简直跟强强没两样 她一个宗实偏执不受宠的郡王 没有实权在握的谢小王爷 官知高 身份高 拦不住人 只能跟住她进了门 心里想着 周四公子当年真是奏她奏得轻 如今这京中没了周四公子 谢小王爷可真嚣张啊 大理寺少卿的位子 她坐得稳 前一阵子又立了宫 没准用不了二年 大理寺卿告老 她就是最年轻的大理寺卿了 除了陛下和爸爸娘 还有谁能拦住她 李婉走出房门 便正巧见到谢灵进来 她手心攥了攥 屈膝见礼 谢小王爷 她也怀疑 她又来找她干什么 这副气势冲冲的样子 很难不让她怀疑 她又做了什么 难道她又被瞎要了 真是天地可见 她最近都没出门 若又是这事 她可冤枉死了 谢灵在李婉面前停住脚步 深吸一口气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李婉眨眨眼睛 不住痕迹地后退了一步 谢灵见她的举动 心提了提 直接说出第二句 我想娶你 李婉 她猛地抬头 惊疑不定地看住谢灵 谢灵又深吸一口气 是我愚笨 不知自己喜欢你 才让你每次误解我 以为我心眼小 要为那件事报复你 是我的错 李婉震惊的 看住谢灵 谢灵一脸认真 李婉 对不住 今儿我惊人提醒 才恍然大悟 是对你起了心思 这般急匆匆来找你 的确有些失礼 但我怕你误会我身 若是我请母亲和媒人上门 你不应才直接来找你 李婉半天没说话 似乎整个人都在恍惚中 被这件事情 劈头盖脸 砸了个晕头转向 巨王没眼看谢灵 心想着 怪不得她当年没娶到秦鸾 就这富质充充的样子 哪个女儿家会喜欢她 秦鸾性子刚毅 而她的妓女 柔顺温婉 怕是更被她吓退了 她刚刚这么一想 便见李婉悠的笑了 抬起头 认真的看了看谢灵 轻飘飘的说 好啊 巨王顿时惊了 睁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好啊 好什么 什么好 她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她这个继父还站在这里呢 她就不能委婉的说 考虑一下 甚至 她还没有问过母亲 同不同意 往日乖顺温婉的妓女 就这么突然自己做决定了 这也太草率了 谢灵也一愣 有些呆 怀疑自己听错了 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好李婉道 小王爷可以回府去 请王妃邪魅人来提亲了 这回换谢灵 惊异不定地看住她 你不会假意答应我 然后耍我吧 你觉得我敢吗 李婉反问 就算我敢耍你 也不敢耍王妃啊 谢灵想想也是 她母妃的脸面 比她重得多 第872章当初 大结局4 谢灵心里又惊又喜 又有些难以置信 她定了定神 问那 那我真回府找我母妃了 一会儿就来 行吗 李婉默了默 也没想到她这么急 片刻后 笑着点头 行 谢灵再三确定 真的行 李婉无言地看住她 有些好笑 小王爷 还要我回答你几遍 你若是不幸 可以让你的护卫 在郡王府的大门口守着 我不会跑 谢灵倾咳一声 摸摸鼻子 那你等住 我一会儿再来 她转身向外走 很快就走没了影 郡王震惊地看住二人 在谢灵离开时 她张了张嘴 这回忠实没拦着 谢灵身影消失后 她看住李婉 婉姐儿 你 你怎么这么草衰 就答应她 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啊 李婉进了境低下头 温顺地说 父亲 女儿心仪谢小王爷 只不过碍于身份 住室不敢高攀 但她如今上门求取 我岂有不应之理 神 什么 郡王惊讶地看住她 李婉抬起头 脸上是长辈们 最喜欢的温顺地笑 女儿说 女儿自随母亲入京 见到了谢小王爷之日 便一眼心仪 只不过她身份太高了 女儿不敢高攀 往日只能退避三社 她顿了顿 小声说 母亲知晓的 我与母亲提过 你 你们 郡王半天没说出话来 我去找你母亲如此大事 也 也太草率了 她心里虽然不满谢灵 横冲直撞 但不得不承认 这的确是一门郡王府 高攀的轻事 郡王也很快离开 转眼没了踪影 李婉自己镜子站了片刻 抬头望天 阳光明媚 她抬手挡了挡 片刻后 缓缓笑了 婢女轻罗走过来 小声说 小姐 您真答应谢小王爷了 奴婢怎么觉得这么突然呢 李婉转身回屋 我 等这一日 等了两年 她若再不开窍说喜欢我 我真要嫁别人了 哪里突然了 这么好的夫君 前御史忠诚家那位秦小姐不要 她可是巴不得呢 轻罗跟住李婉进了屋 关上房门 才小声说 若是让谢小王爷知晓 当初那春药 是您卖给那谁拿去下给谢小王爷的 这 她怕是要气死 李婉伸手点她额头 这件事情我做得隐秘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除了我们 没人知道 你给我滥在肚子里 做梦都不许说 轻罗顿时死死地闭了嘴 奴婢已经忘了 李婉笑着拍拍她脸 乖 轻罗顿时为谢小王爷的未来担心 这惊中 人人都以为 小姐是随母嫁入郡王府的济世姑女 却不知道 小姐的亲生父亲 其实出身李氏旺族 只不过阴住高门那里的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 在故去前 将十多岁的小姐与夫人脱离出李氏旺族 改头换面 让他们成了孤女寡母 没了李氏旺族脱累的夫人 获得了自由 嫁入了郡王府 小姐也成了郡王府的季小姐 小姐手中 有故去的老爷留给她的铺子产业 其中便有药材行 在得知那位小姐对谢小王爷起心思要下手时 卖给她一味药 实在太简单了 都不需要经由她的手 正因为是小姐卖给她的药 不是无解 也不会太伤人身体 所以 谢小王爷那日才能撑得住去太医院 否则 换做别的密药 谢小王爷那日早灾灾了 谢小王爷查案那么厉害 但却没查出药的源头来 也没怀疑到小姐身上 她真心觉得谢小王爷玩不过小姐 以后被她娶了 真为她担心 对比郡王的不淡定 季夫人就淡定多了 她笑着跟郡王说 此时我的确知道 的确是玩姐儿心仪谢小王爷 诚如她说 切身也觉得 我们高攀不上 故而没敢去做什么 如今谢小王爷有此意 那自然是痛快答应了 郡王看住她 你们母女 也太 太草率了 她今儿似乎不会说别的话了 季夫人轻轻撑她一眼 切身当初嫁您时 也是一口答应的 您那时也觉得草率吗 郡王顿时哑口无言 硬住头皮说 那倒没有 我是觉得 你当初 答应的好 天知道 当初她可是在她眼前 晃了两三年 她一口咬定不嫁人 后来应助 婉姐儿年岁见长 她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她才答应要嫁进来 她哪里痛快草率了 哪像如今 婉姐儿都没折腾折腾谢灵 实在是太便宜她了 季夫人似乎看出 她心中所想 孝主说 谢小王爷身边 干钱静静 连个通房都没有年少有为 官运亨通 这样的朝中 新贵重臣 多少高门府邸 打着灯笼 想结清 她要娶婉姐儿 但分婉姐儿犹豫一下 都是要遭人打的 天上掉馅饼的事 得立刻接着 肯定不能矫情拖延啊 郡王彻底没话了 这不就是在说她吗 她有先夫人 有儿女 虽没妾室 但有通房 虽然在娶她钱 将通房打发了 但也有啊 对比谢灵 这是明摆住告诉她呢 她比什么 她可以生 行吧 我就是觉得年轻人 太莽撞了 不过你们娘俩都没意见 我自然也没意见了 她有意见 也拿谢灵没法子 瑞安王和王妃还没登门呢 若是登门 她更得刻刻气气 受宠的王权重臣 对不受器重的宗室偏亲 在陛下面前 可是没得比她很有自知之明 谢灵匆匆回了瑞安王府 进门就奔着王妃的院子去 王妃正在跟嬷嬷声叹气 为着谢灵的婚事 饭都吃不下 谢灵的确了解她母妃 阴住苏行则都带了准备婚妻回京 谢灵的终身大事 却连个影子还没有 她自然住脊 都快挤白了头发 听到脚步声 嬷嬷立刻说 一 小王爷回来了 让她滚 别来见我 瑞安王妃如今十分嫌弃儿子 不想见她 谢灵迈进门槛 听了得清楚 扬眉一笑 母妃 您先别急着你儿子 您就算你 也得先赶紧带上梅人 去郡王府帮儿子把轻提了 提完了 再年也不迟 第873章原来 大结局五 瑞安王妃疼得站了起来 她看住谢灵 拔高音 你说什么 谢灵重复了一遍 瑞安王妃问 哪个郡王府 孝城郡王府 她家的谁 瑞安王妃一时被这个消息砸猛 想不起来 李婉 瑞安王妃震惊地看她 你是让我登门去求娶她 被你欺负了两年八的姑娘 谢灵点头 儿子心一踏 瑞安王妃二话不说 拉了摩摩就走 行 我这就去找官媒 立刻去 她早就给谢灵准备好了聘礼 都在库房里堆住呢 出了房门 就吩咐管家 承博 快去 把聘礼抬出来 抬去郡王府 再让人去请官媒 承博也惊了 连忙应事 没用一个时辰 一切准备妥当 瑞安王妃带着谢灵与官媒 聘礼 一起登了郡王府的门 这动作快的 金郡王和郡王妃都惊呆了 虽然郡王听了谢灵亲口说 今儿会来登门 但也没想到 会这么快 她也就打了个盹的功夫人 就带着聘礼官媒来了 她与郡王妃连忙出门迎接 郡王妃想了想 有人去给李婉传话 让她也到前厅来见 李婉重新梳妆 到前厅时 聘礼已堆满了前院 瑞安王妃眉眼含笑 满脸喜气 官媒已跟郡王和郡王妃 提起了亲事 郡王亲眼看着自己的继父人 笑容含蓄地一口答应 前后没用两盏茶的功夫 李婉来到时 双方已经在过耕铁 见她来了 瑞安王妃站起身 轻轻热热地拉了李婉的手 笑得慈和极了 我早就中意你这个姑娘 但因谢灵这个讨厌鬼 得罪了你不止一回 我都不敢登门来探口风 没想到 她自个儿今日跑回府 去找我说要娶你 若是早知道 我早就该来 平白耽误了这二年耽误 她抱孙子 李婉温婉地笑 小王爷极好的 是我的福气 瑞安王妃乐开了怀 又拉着李婉好意痛夸 之后 拿出特意给她的手镯 这是当年我婆母 老王妃送给我的传家里 今儿总算有机会 让我拿出来传给你了 李婉连忙收下 多谢伯母 我会仔细收着 妥善保管呢 瑞安王妃笑点头 拉着她落座 又继续商议两人的亲事 谢灵在一旁有些恍恍惚 这一刻 她才切身体会到 李婉没有耍她 她也有未婚妻了 也没有比苏行泽落后多少嘛 李婉偏头瞧见谢灵的模样 对她低语 小王爷 如今后悔还来得及 谢灵顿时瞪眼 你要后悔 我没有 我更没有谢灵坚定的表态 我不纳妾 也无通房 此生效仿当今陛下与皇后 南楚王与王夫 娶你一人 便知你一人 绝无二心 你且放心李婉 抿着嘴笑 问 我放心 她早就看出来了 若她真如京中那些高门府邸的公子们一样 早有通房侍窃了如此良缘 早就她自己所求 谢灵看住她娇美的脸 这张脸 真漂亮 怪不得多少男人想娶呢 在路上她娘就说过 她又补充 你也只能有我一个 不能有二心 李婉笑 不会 小王爷也放心 她又不是朝情暮处 朝三暮四的人 别人她也不看 只看中她了 谢灵开心起来 我会对你好的 李婉点头 我也会对你好的 瑞安王妃听二人悄悄说话 心里感慨 她这些年 真是白担心了 原来她家主没有被秦鸾弄得心灰意冷 还是会拱人家白菜的 这还是一颗好白菜 她有眼睛 自然看得出来 换了更铁 定下亲事后 瑞安王妃与谢灵出了郡王府 回府的路上 母子二人都很高兴 瑞安王妃这时 看谢灵也顺眼了 不错 你还没不可救药 谢灵得意地挑了挑眉 那是 瑞安王晚上回府后 才知道她的王妃与儿子 办了多大的一桩事 竟然都没经过她的同意 不过她也没什么意见 就是了谢灵只要娶 无论娶谁 她都同意 实在是这些年 她也被王妃给念到怕了 儿子不娶 她怪老子 特不讲理她总是哀叹气 弄得她常常睡不好 谢灵与李婉的亲事 在京中炸开了锅 无数带去代价的公子小姐 碎了一地心 燕回音听闻此事后 都惊讶了一下 端华更是惊讶极了 谢灵和李婉 真没想到啊 她曾经在信中 跟苏龙提过谢灵中药 被李婉撞见 扭头就跑 惹火了 谢灵的事 她是当个八卦 跟苏龙说苏龙的来信 李婉是南北十二要才行幕后的东家 她的出身其实不简单 此事怕事也不简单 端华当时收到信 都震惊了 拿给燕回音看 燕回声笑着点头 跟她说 龙溪李氏出身 她的父亲出自嫡系 十分有才华 但因身体孱弱 天不假寿 她怕自己离世后 姑女寡母受足终人霸凌 便在临终前 周转找到我 以半数家产托付我照付他们母女 我那时未必父皇耳目 暗中配合她安置了妻女 没想到 几年前 孝成郡王看中了李夫人 她本不愿意嫁 但孝成郡王一心求取 她为女儿的亲事 思前想后 才改嫁进了郡王府 她父亲的另一半产业 经我庇护 才对悉数保留在了她手中 她的确是南北十二要才行的幕后东家 端华问 那谢灵知道吗 因是不知六七年前的事了 那时我做的隐秘 此事无人知道 那苏隆是怎么知道的 端华问 是从你这里知道的吗 咽回声摇头 笑道 南楚盛产药材 她身为南楚的王 最大的药材行幕后的东家是谁 应该瞒不过她 毕竟她手中也有商行 端华想想也是 哎呀 真想不到 所以谢灵是被人家谋算了吗 宴回声笑 是她的福气 陕西里是嫡女 若不是因为早早丧父 改了身份出的高门 满天下挑选夫君 也不一定非谢灵不嫁 端华恍然 原来是这样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看上谢灵 的确是她的福气 第874章 亲生 大姐局六 当苏荣收到了苏行泽的来信时 已是一个月后 他看住信中 苏行泽提到 父亲让他半年内大婚 又提到他十分想念母亲 急由他大婚 让母亲回去一趟 他不由地笑了 正巧大夫人在宫内陪住他 他便转手将信给大夫人看 母亲 大哥的信 大夫人正在给小儿缝制小衣服 文言头也不抬 我不是都说了吗 他的信有什么可看的 你别捣乱 我就插一截袖子了 今儿一定要做完 苏荣无奈 母亲 您还是看看吧 大哥在信中 有话要说他要大婚了 大夫人文言手一顿 那么 他不是不急吗 如今急什么 闯祸了 把人家姑娘的肚子弄大了 苏荣无语地看住他 您觉得可能吗 若是别的男人 兴许还有可能 但那是苏行 则他不可能准许自己 如此荒唐 大夫人又收回视线 那就没什么好看的 他大婚就大婚呗 苏荣掖住 半赏才说 他是您儿子 您五年没见他了 他如今要大婚了 您就不想回去参加 他的大婚之礼 大夫人果断地说 不想 您指一个儿子 我也指一个小外孙 大夫人头也不抬地说 张大夫都说了 你这一胎 是个男孩 苏荣叹气 母亲 您有点过分了 有了女儿外孙女外孙 就忘了儿子和丈夫 你嫌弃我了 大夫人顿时不满 没苏荣放下信奸 跟他解释 您一会儿做完活 还是自己愁愁吧 父亲想您了 夜夜孤枕难眠 他让大哥半年内大婚 一是想您回去 二是大哥的确年纪不小了 若是不敢在半年内大婚 等战争一起 忙起来 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 大哥觉得有理 便给你我来了这封信 他怀有身孕 是没法回去参加大哥的大婚之礼的 但母亲其实可以回去 大夫人骂 那个糟老头子 想我做什么 真是没事找事 苏荣扭头看他 只见他侧住脸 认真地缝住手里的小衣服 自从来了难处 五年岁月 似乎没在他脸上 留下任何痕迹 他看起来年轻得很 荣光焕发 每日都神采奕奕 他笑着凑过去 挽住他手臂 母亲 有您陪住我 可真好啊 父亲和我大哥 一定十分嫉妒我 大夫人终于被逗笑 所以 你要知足 敢嫌弃我 打断腿 才没有嫌弃您呢 您若是不想回去 就不回去 苏荣也不劝了 大夫人嗡哼一声 瞥了一眼 一旁儿子的信 有什么可回去的 他该大婚就大婚 该生子就生子 他有岳父岳母呢 女方父母 只一个女儿 如今嫁了他 岂不是跟养了个亲儿子一样 你甭心疼他 他不缺人疼 至于你父亲 他就是闲的 你应该去信 让陛下给他再多派些活苏荣 直乐 心 晚上 周固回来 摸苏荣肚皮 他今儿乖不乖 很乖 周固笑 表扬 不错 他挨着苏荣坐下 大舅兄来信了 恩苏荣简单跟他说了信的内容 说完想笑 母亲是由我万事足 连大哥的大婚 都不想回去 他也是真没料到 周固笑 则 大舅兄真可怜 苏荣笑着捶他 苏续等了俩月 终于等来了大夫人的来信 很薄的一张信纸 告诉他 让他别作妖 儿子大婚 有他在就行 他要陪着小外孙出生 说他一把年纪了 别想不想的 丢脸 苏续气得差点撕了信纸 对苏行泽说 你看看 你看看 你母亲眼里心里早就没我了苏行泽叹气 父亲 你 是姨娘们的天 跟姨娘们好好过日子吧 当初是宁抬了他们进门 得负责到底 苏续泄了气 日子总要过 连你大婚他都不回来 我还能有什么法子 他又不能去南楚抓他回来 他心情郁郁 对苏行泽说 你好没用 苏行泽掖住 到底是谁没用 柳渝听闻大夫人不回来 他小声问苏行泽 你是伯母亲生的吗 苏行泽气笑 你 说呢 柳渝十分怀疑 真有亲儿子大婚 母亲不回来的 有 就是你未来婆婆 柳渝掖住 他该高兴有这样的婆婆吗 毕竟 不用他成婚定型 也不会有人在他大婚后 就给他立规矩 但 就是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苏行泽摸摸他的头 在母亲心里 我不及其美和他的外孙女 以及未出生的外孙子重要 随他吧 柳渝伸手抱住他 我以后会对你更好的 还有我爹娘 也让他们加倍对你好 苏行泽轻笑 行 其实 若非父亲想念母亲 他也不会想母亲回来 一是路远不说 二是去说妹妹这一胎 怀得辛苦 孕吐了半年 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母亲自然要守着他 若非他走不开 他也要去探望他的 瑞安王妃急着娶媳妇妇儿 在与孝城郡王府过了耕铁后 便立刻让人和生辰八字商定婚期 听说苏行泽的大婚定在半年后 瑞安王妃立刻拍板说 让谢灵也在半年后大婚 于是 京中有两桩喜事传出 大婚的日子定得相当近 前后相差不足半个月 谢灵得意地跟苏行泽炫耀 我也有未婚期了 也没有比你晚太多 也就半个月而已 苏行泽佩服你厉害 就没见过 解决终身大事这么急忙忙忙的 谢灵第二 无人当第一 吃过酒 苏行泽打包了一坛醉花饮和几何点心 谢灵看住他 也学着打包了一模一样的 拎着送去了郡王府 李婉一弟看住谢灵吃完酒后 来给他送东西 小王爷 您这是 谢灵 倾咳一声 将东西一股脑地塞给他 别人有的 你也要有点心刚出炉 你拿回屋剧尽快吃 我走了 李婉抱着东西问 谁有的 我也要有 谢灵道 苏行泽的未婚妻有的 你也要有 李婉嗷了一声 笑开 第875章周评 大结局7 苏行泽与谢灵大婚的消息 很快传开 两个月后 秦岚也得到了消息 他争了争 想着谢灵也要大婚了 时间一晃五年过去 他一心扑在女学上 如今已是从五品的学士 用了五年 从九品到从五品 官职升得不算慢了 毕竟他起步太低 他又很久没想起谢灵 想起从前 如今恍然惊觉 他已22的年纪 他的年纪 在南楚未嫁的女儿里 不算是最大的 南宫运比他年长半岁 至今也未嫁 若说后悔 他是没有的 但为助昔日 一去不复返的光阴 他多少有些惆怅 秦若见秦岚发争 叹了口气 妹妹 你可曾后悔 毕竟谢灵也的确是一个人物 秦岚摇头不后悔 他收起神色看住秦若 肯定地说 大哥 我自己选的路 从不后悔 秦若点点头 这个妹妹 太有主意 从秦家倒下那一刻 他就知道极有他 为自己谋一个未来 他如今在一众女官中 是最拼的 也是官职生得最快的 只要这条路 是他自己想要的 他这个做兄长的 不会干涉 苏荣这胎怀的确辛苦 生产这日 是个极度情好的天气 周顾虽然有了一个女儿 经历过一回 但她却依然没什么长进 白住脸站在产房外 整个人混身上下紧绷住 楚安也很不安 拉着周顾衣袖 父亲 你怎么不进去陪着母亲 周顾眼睛 紧紧盯着门 摇头 你母亲不让 楚安钻紧周顾衣袖 父亲 母亲和弟弟会平安的对不对 会的 一定会平安的 周顾肯定的点头 国公夫人本来想让嬷嬷 将楚安带下去 但她死活不同意 说要跟父亲一起 守着母亲和弟弟 国公夫人只能游了她 这一回 众人等了一日 周顾等得终于受不住 冲进了产房 陪着苏蓉生产 小儿才磨磨蹭蹭地 从母亲的肚子里出来 苏蓉连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 直接累得昏死了过去 周顾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看出大夫人抱到她面前的小子 气得想揍人 这个小东西怎么这么磨人 小七怀着她的时候就折磨人 生产这一日 还依旧磨人 大夫人却喜爱得紧 小七是因为第一胎太顺了 寻常女子十月怀胎 都是要经历这些苦 这才一日而已 有那种生一日夜的呢 你是没见过罢了 不许生我外孙子的气 周顾哑了声 岳母护着 她还能拿一个连眼睛 都睁不开只会哭的小东西 有什么办法 有气 也只能憋住了 楚安凑过来 先看看母亲 然后小手摸摸她的脸 才去看外祖母怀里的弟弟 一脸好奇 外祖母 这就是弟弟吗 对 你弟弟大夫人笑着给她看 你看 她是不是很漂亮 楚安皱着小眉头 一脸的想说真话 又觉得这毕竟是母亲 辛苦生的弟弟的表情 一下子逗笑了大夫人 大夫人笑着说 你出生时 也是这般模样 埋月后 就好看了 楚安文言顿时松了一口气 她不想要一个丑弟弟 国公夫人走过来 摸摸楚安的头 不愧是一家人 当初你出生时 你爸娘看到你的模样 也跟你现在一样的表情 楚安顿时收起嫌弃的心思 违心地说 弟弟好看 圣安大长公主走过来 哎呦 我的小乖虫孙孙 大夫人笑着 将孩子递给圣安大长公主抱 安儿的眉眼像小妻 如今这个 眉眼像周顾 圣安大长公主连连点头 嗯 像顾格尔小时候 我记得清楚 她出生时 差不多就是这副小模样 女眷们抱着孩子走出去 给男眷们看 众人围着新出生的婴儿 喜悦极了 男楚王最是激动 心想着 回头她要去给真敏上炷香 悼念一番 告诉她 小气如今有儿有女了 她都替他看到了 周顾这一回有经验 与苏龙一起 早就想好了名字 叫周平 好风平吉利 送我上青云 平澜听风雨 以握不独裁 周平满月宴 同样热闹满月宴后 苏龙封楚安为太女 男楚王这回没什么意见了 毕竟楚安说这么累的活 她身为长姐 只能她钱了 可舍不得新出生的漂亮弟弟 跟父母一样每日辛苦 而她的漂亮弟弟 吐着口水泡 对助楚安乐 一晃半年而过 苏行则大婚 苏龙远在南楚 送了十大车新婚贺礼 幼主人带话 说七妹和大哥新婚 祝福兄长与嫂子百年好合 她虽然已坐完了月子 养好的身体 但身为南楚的王 马上要与大卫开战 自是不能亲临参加她的大婚之礼 一同与苏龙的贺礼送出的 还有大夫人的私库钥匙 一并给了苏行则 说是她给儿媳妇的见面里 她的所有嫁妆和私房 都送给儿媳妇儿了 苏行则收到贺礼后 笑着服了服额 庞扶又回到了当年 苏龙还是个小姑娘时 人显苟增的 那时她的月里银子不够花 总是讨好着一张小脸 凑到她面前 让她给钱花 她的月里银子也不多 只能卖字画 想法子赚了银子 每个月给她五十两 即便这样 她依旧逮捕机会 就欺负几个姐姐 搜刮她们手里 那点儿可怜的月里 她娘把银钱把控的盐 毕竟太首府一大家子 注视不复遇 没想到如今 她娘倒是极其大方了 连自己的嫁妆私房私库 都一股脑地给柳鱼了 她转头将钥匙递给柳鱼 将苏龙给她的贺礼 一并都交给她 若 我娘与妹妹给的 柳鱼虽然出身皇商之家 富得流油 但商骨之家 即便有些好东西 也不如皇室宝库里 世代累积 她看住李丹上 很多的稀释珍品 目瞪口呆 好一会儿 叹气地抱住苏行泽的腰 我感觉我好有福气啊 怎么就让我这么幸运 吓你了呢 苏行泽好笑 不是你自己选的吗 柳鱼嘻嘻一笑 是呢 她十三岁时 自己给自己选的夫君 那时候发誓 一定要将这捧天上月 捞到手里 不死不休 第876章发兵 大结局八 周平半岁时 南楚与大梁联手 发兵大魏 南楚是王与王夫亲征 夜乡监国 大梁是皇帝带着 护国公府三兄弟亲征 苏行则与几位老臣 共同监国 大魏皇帝袁兆 听闻两国发兵 边境告急 疼得从龙椅上坐起身 脸色突变 她事前半点儿风声没收到 也没听闻苏荣与烟灰声 有过会晤 怎么就突然联手发兵了 尤其是 她做梦也没想到 南楚与大魏 竟然只用了五年 便撕毁合约 联手发兵 她咬牙愤怒 好一个苏荣 好一个燕灰英 连十年都没给她 大魏朝臣们一心惊胆战 几年前那一场战败 依旧是他们的噩梦 陈王元臣钻井手 皇兄 臣请命对抗南楚 他其实心中清楚 自己几斤几两 哪怕这五年半来 他力求做一个勤奋 有能力的王爷 经过五年魔力 他也战胜不了 南楚的王与王夫亲征 元兆心中也清楚 元臣不是苏荣与周顾的对手 但他同样不是咽回声的对手 他看向南宫征 南宫爱卿 你意见如何 南宫征年纪轻轻 已坐到了从三品的位置 他与朝臣们一样 脸色也同样不好看 拱手 陛下 臣请命 对抗南楚 元兆问 你有几分把握 南宫征咬牙 臣愿死守大位 他没说几分把握这样的话 反而更可信 因为就算元兆自己 也不知道自己能有几分把握 元兆点头 他相信南宫征 因为他与苏荣和周顾 有不共戴天之仇 他必当尽全力对抗南楚 赠给你五十万兵马 你与陈王一起 对抗南楚 他顿了顿 赠带五十万兵马 对抗大梁眼回声 说完 他重重地补充 记住你说的话 南宫征垂首 陈景记 于是 大位紧急调配 兵分两路 一路由南宫征 元臣率领 前往南楚边境 对抗南楚 一路由袁兆御驾清征 大将军贺兰爵 前往大梁边境 对抗大梁 罗燕一心想杀苏龙和周顾 所以 他带着独一门的人 跟住南宫征与元臣的队伍 苏龙与周顾 还了大梁三十万兵马 整合南楚所有兵力 恰恰也是五十万 南楚大军压境 势如破竹 很快就连夺大魏三成 三成首将战死 南宫区与元臣 带着人赶到边境时 三成已失守 南宫征吩咐大军 原地休整 罗燕眼睛冒火 为何不开战 南宫征道 我军一路奔波 疲乏得很 必须先休整 这首战至关重要 皇后娘娘 您即便在即 但这是战场 不适而戏 急不得 罗燕压下急躁 要求 明日我首战 南宫征点头 明日开战 臣不会拦着您 罗燕满意 他仍旧记着当年的仇 他的小红被周顾杀了 他独一门遭受重创 他这五年来 日夜研修独树武功 为的就是报当年之仇 第二日 两军开战 罗燕带着独一门的人 果然手段很辣 而崔严谨带住鬼煞门的人 也同样招式奇鬼 两大江湖门派在战场上 杀得难解难分 后方坐镇关镇的人 是老护国公 老国公这些年 诸事顺心 身子鼓痒得好 如今二主御驾轻征 他自然要跟住 亲眼见证大卫 被吞噬改写的历史 苏荣与周固连面都没路 坐在中军帐里 闲闲看住杂书 周固好歹看得是玉英经 而苏荣 则看得是画本子 张运抽空进了中军帐一桥 无语至极 压低声音说 两位主子 就这么相信 南宫征会真的反叛大卫 相信苏荣五年来 虽没与南宫征通信 但他相信 南宫征会为了南宫家 判了大卫 张运闻言也坐下 哎 早知道 臣应该去大梁增援 这仗打得若是太顺利了 臣觉得发挥不尽性啊 苏荣抬头对他笑 我与大梁陛下早已约定 谁拿的城市多 算谁的 这可不是什么君子协定 平分大卫 多吃多战的道理 懂不 张运眼睛一亮 懂啊 他立刻来了精神 那还等着做什么 咱们应该速战速决啊 苏荣对他摆手 所以 你带着暗卫冲上去 可以先将大卫皇后的脑袋割下来 再将独一门所有人都剿灭 张运摸摸鼻子 尽谢不鸣 那个毒妇 还是交给小严谨吧 臣等他和鬼煞门的人 收拾了那毒妇 再使劲儿 苏荣泽泽 对他钓鱼 我可是许诺了南宫征 一个异性王爵 但总不能只逢他一人 你若是立功大 一个侯爷的位置 我也能给你 张运疼得站起来 王上当真 当真 张运转身去了 周顾抬眼好笑地看了苏荣一眼 王爵侯爵在你这里 不值钱吗 哪能呢 苏荣笑 行之和严谨还是太年轻了 张茂 江竹 宁泽不够厉害 若是在朝中 将来有谁能制衡南宫征 那么唯有叶龟雪与张运 叶龟雪被靠整个叶家 南宫征也有一大家子 唯有张运 丹薄些 但若军功够大够多 足够封侯 便足够让他有不输于二人的资本 周顾感慨 你这帝王之术 制衡之道 当之无愧 谢伯父所交 苏荣吴了一声 嘟呢 我这不是想处安将来轻松些吗 他背靠崔家 若再有张家这个侯门做靠山 哪怕将来 叶家与南宫家 仍是时大 他也不拒 他笑着说 我不是不相信叶龟雪 若是不相信他 我也不至于让他坚果 文顾你我后方 我是不相信后代子孙 就如南宫家 当初南楚太祖建朝时 南宫家也是誓死效忠 安分守己的 后来还不是出了个野心勃勃的南宫义 凡事有把控 总不是坏事 这倒是 周顾放下月儿经 我也出去看看 你要不要去 苏龙偏头看他 你想上战场了 周 顾道 罗燕找的是我 总得让他死得明目 苏龙文页也丢下画本子 起身 走 我也去 二人一起出了中军帐 第八百七十七章就走 大劫举九 罗燕见到周顾 立刻甩开崔岩井 向他冲了过来 他还没到周顾跟前 已被张运带着人拦住 对于苏龙口中许诺的封侯 他是在毕德 若是杀了大卫的皇后 这也是一战手工 张运的武功 若是硬碰硬 不见得是罗燕的对手 但他最大的优点 不是武功出众 而是他的脑子好使 多知尽妖 所以 他在出了中军战后 短短时间 就与暗卫制定了杀罗燕的计划 所以 当罗燕摆脱崔岩井冲了过来 正好迎头钻进了他的算计 暗卫们每个人都服用了毕毒单 摆出七杀阵 将罗燕困死在了阵中 而张运就在阵中心 等住罗燕 元臣在城墙上大叫了一声 不好 嫂子有危险 南宫征当即立断 王爷压阵后方 我去营救皇后 他说完 带着暗卫冲上了战场 元臣刚要张口 南宫征已带着人去了 他闭上了嘴 干着急 南宫征刚入战场 就被崔行之带住崔家的暗卫截住 二人眼神交汇 皆是一言不发 杀了起来 一个想救罗燕 一个拦着不让救 而崔严谨眼看罗燕落进了张运的阵里 他有心想抢弓 但掂量了几掂量 觉得自己怕是在张运的手里 抢不到 便带着人奋力杀毒一门的人 苏荣对周顾笑道 你怕是无用武之地周 顾泽泽 谁让你许诺出去一个侯爷了张运封起来 谁也封不过他 凤铃看得手痒 姐 我下去帮行之吧 子叶月月欲试 公子 我也想去 行 苏荣点头 周顾连话也懒地说 白手 于是 凤铃与子叶上了战场 直奔南宫征和他带的人而去 元臣在后方看的脸都变了 当即吩咐自己的暗卫 你们都去 务必就回嫂子 暗卫美英士 加入了战场 双方混战 厮杀激烈 罗燕十分难杀 足足一个时辰 张运拼得受重伤 才将罗燕斩断了一只手臂 随着手臂脱落 一只毒蜘蛛从袖筒里钻了出来 张运身旁的一名暗卫 瞬间用剑定死了毒蜘蛛 罗燕顿时目自欲裂 毒一门最中心的几人围了上来 南宫征也带着暗杀出重围 亲自拽起了地上的罗燕 张运咬牙想上前去拦 南宫征忽然瞥了张运一眼 张运动作一顿 就是这一瞬间 放南宫征就走了罗燕 元臣在后方眼看罗燕获救 大喊 明经收兵 收兵 快收兵 大魏士兵如潮水般退去 南楚未追 也明经收兵 张运游人扶着 来到苏荣与周顾面前 当着人多 他没说什么 只说 让南宫征就走了罗燕 苏荣点头张大夫 快给他包扎 张大夫匆匆提着药箱前来 很快就跟住张运 去他的营帐里包扎 崔严谨恼得跺脚 怎么就没能杀了罗燕 南宫征 为救罗燕 也太拼死了 你 也受了伤 去包扎吧 苏荣拍拍他肩膀 宽慰 南宫征率军来到的首战而已 不算什么 崔严谨依旧不开心 点头去了 大魏死守的城池内 南宫征为救罗燕 伤了手臂 他捂住 涓涓流血的手臂 对元臣说 皇后娘娘晕过去了 醒来后 情绪怕是不太好 还得靠王爷安抚了 元臣白住脸点头 你的伤要不要紧 南宫征摇头 转身去包扎 元臣心有余悸地去探望罗燕 随军的御医 正在抖着手 给罗燕止血 皇后娘娘 试了一只手臂 这是首战啊 让所有人头顶上 督布满了阴云 罗燕醒来后 果然情绪十分不稳 元臣看住他叹气 嫂子 你太急了 我在后方看得清楚 你急于求成 不听指挥 掉进了张蕴布置的阵法里 若非南宫征拼力相救 今儿你必死 如今失去一条手臂 人好歹活着 你该知足 罗燕情绪渐渐稳定下来 一字一句 我肯定能杀了周固与苏荣 元臣也不知该说什么 嫂嫂好好养伤吧 你是皇后 个人仇怨是小 我们大位数百年的基业 才是大望嫂嫂 紧记皇兄在我们启程时 对你的主妇 今儿南宫征若非拼死救你 他也不会受伤 他是主将 他若出事 你我都没能力对抗南储罗燕 一将 半赏才到 我知道了 崔严谨让秦峰包扎完伤口 跑去找张蕴 见他白住脸躺在床上 他没了脾气 小声嘟囔 怎么就没能杀了罗燕 张蕴只能说 没力气了 哎 好吧 反正还有机会 他也跑不了 崔严谨是没办法说出 张蕴没用的话来 因为满朝文武 就没有比这个人力的功劳多 比所有人更有用的了 转日 南储又发动进攻 大卫死守城池抵挡 接下来 一连数日 战时交注 这一日 天雷滚滚 入夜 适逢大雨 罗燕向南宫征请命 给我一队人马 我带兵偷袭南储大营 南宫征不赞同 越是这样的时候 南储大营防备越言 难道战时就这样交注吗 你要知道 我们大卫 就急匆匆迎战 准备不足 梁草压根就不充裕 只能早早打退南储 否则战时拖延太久 我们淡尽梁绝 才更完蛋 罗燕自由理由 南宫征犹豫 可是皇后娘娘 深入敌人 以身犯险 我不怕罗燕道 南宫征沉默 罗燕质问 南宫征 你畏首畏尾 如何能打退南储 万一错失今日良机 你当如何 苏荣与周固如此厉害 手下能人辈出 哪里有那么多好时机 等住我们 他 说完 问向元臣 二弟 你说呢 元帅也同样说 主帅说的是嫂子偷袭 还是太冒险了 罗燕怒道 否则 你们觉得 大魏的粮草 能支撑多久 陛下那里 也要用粮草 南储与大梁联手发兵 我们事前半四消息没得到 百万大军 损耗极快 我们的粮草 多不过半年可用 元臣叹气 看向南宫征 这样下去 的确不行 南储耗得起 我们耗不起 南宫征咬牙 皇后娘娘稍安勿躁 带我们一起制定策略 您既然不计生死 我也无话可说 可后半夜偷袭 我与陈王接应您 罗燕见他同意 点头 好 第878章暗棋 大结局时 三人一起制定 偷袭南储军营的战略后 罗燕便带着人去点兵了 元臣有些担心 嫂嫂他辞去 南宫征看住他 元臣吞下后面的话 改口 我们全力接应 南宫征点点头 后半夜 大雨滂沱 罗燕带了两万兵马 偷袭南储军营 南宫征与元臣 带着兵马接应 苏荣与周固早已料到 大魏今夜不会安分 整个军营都在大雨中处于备战状态 罗燕来到 相当于请军入问 张运已持剑在等住他 见了他 张运一笑 皇后娘娘是又来送死吗 罗燕记恨 断臂之仇 你找死 双方厮杀起来 罗燕的两万兵马 很快就被杀了个人羊马翻 而罗燕武功再好 断了一臂 再遇到张运 也难再发挥用毒优势 故而他很快 就在张运手中又受了伤 南宫征与元臣 带着兵马前来接应 为时已晚 罗燕已落到了张运手中 张运没杀罗燕 而是将他绑了 扬声放出话 大魏的皇后娘娘已被擒住 而等投降吧 元臣脸都变了 眼见就不了人 他大喊 南宫征 南宫征声道 撤 大魏士兵撤退 苏隆这一回没放过 下令 追 攻城 趁着大魏皇后被擒 南楚一鼓作气是如虎 趁机攻城 南宫征与元臣 带着兵马死守了一阵 死守不住 只能弃城撤走 而苏隆与周顾带着南楚兵马 不知疲倦地追 一连数日 大魏城池接连失守 而南宫征与元臣 也被逼到了八荒里 大魏将士人困马乏 元臣十分后悔 那日不该让嫂子去偷袭 南宫征扭头看向他 可是陈王 你当时也同意他所说 大魏粮草不足 元臣叹气 嫂子的性子 这么些年没改 还是太浮躁了 若是我不同意 他大约会私自调兵去夜袭 也是一样的后果 南宫征不再说话 如今我们已接连 逝去七成 元臣说 出师不利 势头如此不好 不知皇兄那里如何 我们可还有反败为胜的机会 南宫征依旧不说话 元臣忽然说 皇兄在南楚 埋了一部暗器 希望能发挥作用 让我们反败为胜 南宫征本来 撵住手指的动作一顿 扭头又看过来 元臣望天 我也不知是谁 希望皇兄的暗器管用 南宫征收回视线 用力地又撵了一下手指 将指腹掐出了一个印 几日后 周固沉着脸跟苏荣说 元臣说 他话刚说到一半 张运冲进了中军帐 面色十分难看地说 新一批军粮 都是稻草 只有上面一层 是军粮 苏荣猛地抬头 多少 大军一个月的搅用 所有 如今我们的军粮 只够支撑十日张运岛 苏荣沉了脸 转头问周固 刚刚你要说什么 周固脸色发沉 刚刚南宫征让人送来消息 说元兆早就在南楚 布了一枚暗器 元臣也不知是谁 他顿了顿 看来 能在军粮上动手 是朝中高官 苏荣沉默 南楚的所有朝臣 都是经过他重重选拔 才启用的 如今朝中掌管粮草调度的人 是谢伯伯和崔公 执行的人是秦若 宁泽 江竹 不说谢伯伯和崔公 只说秦若 宁泽与江竹 他们都是追随他 从大梁到南楚 建功立业的人 他们不可能 也没理由反叛 苏荣一时间想不起来 朝中的高官 还有谁 会是大魏埋下的暗器 背后捅刀 会不会这几年 入朝的科考学子 张运猜测 能一步步爬上来 如今官职最高的两人 是南宫徹与南宫御 苏荣摇头 他们二人 早在入朝时 便被查了得抵朝天 他看向一只 凝眉沉思的周顾 你觉得呢 周顾摇头 查吧 让人尽快彻查 同时从附近 调派粮草 或者抢大卫的粮草 苏荣点头 我去查 张运站起身 他在大梁平西江军府时 每每走在阴暗中 最擅长的 便是底下的阴丝手段 他若是去查 顺藤摸瓜 肯定能最快查出来 周顾也站起身 我亲自去弄粮草 你坐镇军中 苏荣点头 你小心些 让紫叶带着人跟紧你 周顾点头 二人先后离开 苏荣书信一封 飞银送往王斗 此事必须告知 谢伯伯和崔公 由他们从王斗内部查 兴许会更快 大卫的兵马 被迫折服八荒岭 占据天险之势 抵抗南楚 几次小战 各有输赢 这一日 元臣得了一封信 忽然高兴起来 对南宫征说 得手了 什么得手了 南宫征问 元臣将信递给他 粮草得手了 皇兄埋在南楚的那枚案起 起作用了如今南楚 数十万弹军粮 都被那人换成了稻草 南楚几十万大军 没了军粮供给 支撑不了几日 南宫征接过信 匆匆看过 果然如元臣所说 信中只写了南楚军粮被换 让他们抓住机会 反攻南楚 没有署名 南宫征将信还给元臣 这信可信 过几日就知道了 元臣道 应该可信 我皇兄十分信任这人这几年 这人给我皇兄 每年传一次消息 若非这次南楚与大梁 筹谋联手发兵 消息瞒得太紧 那人不可能没有提前得到消息 我们也不至于这么被动 南宫征道 若是消息准确 南楚应该会抢夺我们的粮草 传令下去 护好粮草 对元臣腾的站起身 我亲自去交代 南宫征汉手 张运查了三日 有了些眉目 回来对苏荣禀告 粮草出了黑压关后 应该是在东水渡口出的问题 因为要用船只押运 那时上百艘船 怕是有人偷天换日 给换掉了 苏龙问 可有怀疑的人 张运顿了顿 秦弱 苏龙顿时坐着了身子 为何怀疑他 因为他亲自押送过黑压关 听闻夫人划了一跤 差点消产 他急急返回王都拉 张运道 粮草是大事 军事重事 他不会不知 别说夫人差点消产 就是夫人死了 他都不该回去 应该将粮草安全送到 第879章 没想过 大结局十一 苏龙闻言 皱眉沉思 秦弱是他亲自找太子燕回生药的人 将人从苦寒之地拉出来 带来难处 他有才华 他也不会亏待追随他效忠的人 故而这么多年 他也是十分信重他的 正因为如此 粮草之事 他离京前 才做了自认为周全的安排 谢伯伯与崔公 他很信任 秦弱 宁泽 江竹 他也很信任这五个人 每一个人 都是他信任的人 但粮草确实出事了 他对张运道 我觉得不是秦弱 他不是不知深浅的人 粮草是大事 他即便回去 也会安排 信任稳重之人 妥善处理好 他会回王兜 哪怕是他夫人差点小产 因为他清楚知道 粮草势众 容不得出办私问题 秦弱的夫人 楚冠兰 是他为秦弱精挑细选的 是宗室中一位郡王家里 活泼凌厉的小县主 婚后夫妻恩爱 只不过一直没有子嗣 前一阵子 楚冠兰好不容易怀上了 夫妻两个十分欢喜 如今楚冠兰几乎小产 秦弱住籍 也在情理之中 毕竟 粮草之事 也不是单单他一个人负责 安排了这么多人 张运道 如今查到的线索 就到这里 王上若是相信他那 只能继续查 但臣觉得应该 从他身上去查 毕竟事情就出在他身上 粮草是在他离开后出的事 苏龙点头查 张运转身去了 翠妍景得了消息 找过来 表嫂 咱们赶紧夺大卫的粮草吧 否则大卫得了消息 霍景粮草 咱们就前瞪眼了 或者大卫反攻 岂不是要坏 苏龙 摇头 先查内鬼 内鬼不出 夺了粮草也一样生事 崔严谨恨恨 不知内鬼是谁 别让我知道 否则将他一刀一刀剐了 他看住苏龙 除内鬼 也不是一日就能找出来的 不夺大卫粮草 难道等住咱们淡尽粮草吗 苏龙看了他一眼 你表兄不是带着人 去筹备粮草了 等他的消息就是了 好 崔严谨叹气 他离开后 老护国公被助手走进中军帐 看住苏龙眉头拧着 打成结 他道 小丫头 没想到吧 你在背后捅袁照一刀 他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也被地里捅了你一刀 苏龙叹气 我就是想不出来是谁 他站起身 请老护国公坐下 三言两语 将张运查出的事情说了 严霸问 祖父 您有何高见 行军打仗 最怕后方粮草出事 一旦出事 不战而败老护国公道 越是这个时候 越要满紧了消息 不得透露分毫 否则军心必乱 苏龙点头 这个我知道 除了少数几个人 目前没人知道 消息已满下了 老护国公点头 军中粮草 还够几日 多不过时 苏龙说 不过我事先在边境 埋了两个粮仓 够大军应急半个月的急需 只我与周固知晓 他已带人去了 老护国公赞赏的点头 对 这一招我以前行军打仗的时候 也用即便是在信任的人 也生怕粮草出差错 一旦粮草出差错 便是军中多少将士的命啊 他叹气 关键时候 一旦出问题 是真能抵用 苏龙心情好了些 是呢 周固就是跟您学的这一招 在备战时 他暗中让人悄悄背了两个粮仓 知我知他知 老护国公表扬 臭小子 本是习文的人 但习武他拔了尖 行军打仗用兵法 他也学得比他的兄长们精通 他感慨 当初 我是真舍不得让他追着你来南楚啊 谁知道 倒头来 我与你祖母和他娘都一起跟了来 而且待久了 竟然还不想回去了 家中的其他孙子们 一个个的来信 说想他们的即便如此 他也硬住心肠待在南楚 一把年纪了 哪里叔父自然要哪里待着 他如今最喜欢小重孙女和小重孙 苏龙笑 他文武双全 都是鼎鼎好的 是啊 否则也不会被人惦记了多年 老护国公哼了一声 小丫头 你有没有想过 情弱的妹妹 问题出在他的身上 苏龙瞬间收了笑 他是真没想过 多少年了 这些年 秦鸾一心扑在女学潮市上 在他看来 他该是早就放下了周固毕竟 这么多年 他与周固说的话 一根手指头 怕都数得过来 周固自从知晓了他的心思后 更是不曾与他有过什么交际相处 老护国公道 你们还是太年轻 你又是个心大的 心不细 虽是女儿家 但谢远自小教导你的 就是天下大道 你这些年 虽辛苦艰难 但心胸宽广 收纳的有识有才之事 也的确为你所用 总体来说 你与用人之道 也算是慧眼如炬 让男储政绩 欣欣向荣 你的目光从不在小事上 多注留和花费心思 这本也无可厚非 毕竟你是做大事的人 执掌天下的王者 自然不能揪住 小情小爱和鸡毛蒜皮 但正是因此 却不懂细微的小处 你要知道 有些女子啊 若是喜欢上一个人 心思千回百转 惆怅百节 有的人能放下 有的人一辈子到死也放不下 你觉得秦鸾他是哪种人 他连瑞安王府的谢灵都不嫁 他来南储 并不是走投无路来的 苏龙坐直了身子 沉默好一会儿 才说祖父说的是 他当即招来一人 给张运传话 查秦鸾 这人应是 立刻去了 苏龙吩咐完 回头看着老护国公 祖父 秦鸾位住什么 我对他并不差 若是只为了得到周固 他又何必 明知道周固这些年 一直躲着他 若是为毁了南储 我又哪里对不起他了 毁了南储 与他有什么好处 或者说 袁赵许了他什么 让他如此害南储 老护国公 摇头 也猜不准 他是本住活了一辈子的经验 才觉得问题怕是出在秦鸾身上 这就要问他了 女人啊 有时候钻了牛角尖 石头锣子都拉不回来 谁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第八百八十章之主 大结局十二 元臣等了几日 也没等到南储开战来夺粮草 他十分怀疑 难道黄兄埋的暗器出错了 压根就没破坏了南储的粮草 他有些坐不住地问南储征 你说 是不是哪里出错了 我已派了人去查识南储征回他 元臣点点头 张运得了苏荣传话 将彻查的目光顿时锁在了秦鸾身上 他也没料到 问题是出自秦鸾 他跟苏荣一样的想法 秦鸾是怎么想的 这些年 他从九品升到了从五品 这才五年 虽然与他的努力实干分不开 但努力实干的人多了 知他的官职升得快 这说明什么 朝中女官少 王上在提拔提升女子的地位 若这件事情真是他所为 张运觉得他真是猪油蒙了心 不知所谓 张运的人动作很快 顺住线索 层层摸瓜 很快就得了一个确切消息 他收了消息后 立刻禀告给苏荣 王上 老国公说的没错 应该是秦鸾无疑 他如今不在京中 本来当时出京押送粮草的人 是宁泽与秦若 但宁泽要离京时 上吐下泻 太医诊断说是吃了香克的食物 中了毒 一时半会儿是连马都骑不了的 所以 后来换了秦鸾顶上 既是秦若的亲妹妹 又是朝中的宁信中的女官 素来行事 有章法又妥当 这些年官之生的虽快 但她会做人 也没有什么人对她不满 她顶上最合适不过她说着 沉了语气一路都很平顺 过了黑雅关后 秦若突然得到消息 她夫人划了一跤 差点小产 这也就罢了 偏偏自此后数日 夜夜惊梦 整个人迅速消瘦 寝食难安 秦鸾便劝她 让她回王兜 说她诸事都已安排好 由她来接手 绝不会出错 秦若自然相信亲妹妹 所以 将剩下小段路 押送粮草的事宜 交给了秦鸾 全权负责 自己匆匆回王兜了 苏龙点头 她如今在哪里 张运摇头 还没查到 苏龙站起身 军中事宜 交由你和老国公 我带着人去找周固 她怕是冲着周固去了 她站在秦鸾的角度 想她做出这样事情的缘由 无非是周固 她也想知道 她的目的是什么 张运顿了一下 不如陈带着人去吧 你留在军中 我去 军中有你与老国公坐镇 我放心 苏龙摇头 军中所有事情 你与老国公商量着办 张运只能答应 好吧 您小心些 多带些人 秦鸾竟然是冲着周兄去 怕是带的人不少 苏龙汉手 凤铃陪我去 他立刻让人喊了凤铃 简单收拾了一番 二人带着暗卫 一行人悄无声息 离开了军营 张运在苏龙离开后 叹了口气 去找老国公 老国公倒是没说什么 只骂到 臭小子 烂桃花物事 张运心想骂的一点都没错 苏龙知道周固前去的目的地 所以 与凤铃一起 一边探查着消息 一边带着人快马兼程 四日后 得了确定消息 周固在带着人往回押送粮草时 遭了劫 双方动了手 劫他的人 带着大批人 因是大卫的皇室暗卫 双方经过了好几场恶战 周固因为要护着粮草 很是受撤肘 如今被逼入了 前往八荒岭的一条山路 大卫的兵马 就是退到了八荒岭 对方堵死了所有路 唯独留一个通往八荒岭的路 显然是想将周固逼入绝境 让他绕一圈落去大卫手里 南楚擒拿了皇后罗燕 苏荣并没有用他威胁大卫和换什么 而是一只命中兵把守 绑着关着罗燕 如今 大卫的皇室暗卫 显然也是打着这个主意 活捉了南楚的王夫 等于拿到了最大的筹码 苏荣容不得周固出事 沉着脸 一路追了过去 他虽然相信南宫征 但是也不敢十足时的把握 若是周固落在了大卫的手里 南宫征是否能保下他 或者乐意保下他 他不能拿周固的性命 去赌对南宫征的信任 于是 他与凤灵不吃不喝 快马加鞭 带着人严重打斗的痕迹 一路追了去 同时 他给张运传信 要他牵制住八荒岭的大卫兵马 一连追了七八日 这一日 苏荣终于追到 绵延数百里的八荒岭的移出深山里 周固与紫叶都受了重伤 身边零星几名暗卫护着 一个个的也都受伤极重 而周固的面前站了一名女子 她身后 是上百大卫皇室暗卫 周固浑身是血 冷脸看住面前的黑衣女子 秦岚 你为什么 反叛被刺南楚 朝廷对你不好吗 你这样做 与你有什么好处 他没有 提苏荣这个王对他好不好 秦鸾腰被挺直 四公子兴许不知道 我早就心仪你 当初秦家落难 我苦苦哀求兄长将我脱避于你 后来我来南楚 就是想离你近些 这些年 我一直没放下 子爷差点跳脚 你有病吧 你喜欢我家公子 就是要杀了他吗 杀了他 你就放下了 你不是有野心吗 有野心就是为了杀我家公子 背叛南楚 你就不怕牵累你兄长和秦家人 你母亲一把年纪了 他知道你如此不孝 想让秦家再次坠入万劫不复之地吗 王上对你秦家有恩 你就是这么恩将仇报的 秦鸾声音平静 一脸淡漠 我管不了那么多 人都死了 谁还管生前生后事 大魏皇帝早在当年就许了我皇后之位 而苏荣那时是太女 他许给我的是九品官而已 这么多年下来 他的确将我的官职一生再生 对我也算不错 所以 他的国 我可以不要 我也不帮元昭杀他了 我只杀你周固 这一生 我执着于你一人 杀了你 我陪着你一起死 周固一字一句 你 做梦 他也没想到 秦鸾怎么就对他如此执着了 这么多年 他从来没有让他对他生起过什么误会 若是有的话 也只是当年 他酒醉后弄巧成桌 跟谢灵打架 怕他被谢灵抢去做妾 有夫他兄长所托而已 第881章自吻 大结局13 你是自吻 还是我亲手杀了你 秦鸾盯着周固 明明是对一个人执着喜欢 说出的话 却冷血漠然又无情 没有人会来救你 你也逃脱不了我的手心 你若是有怒有怨 你就怨自己倒霉吧 谁让你遇上了我 周固心里恨得要死 我是倒霉 他冷冽地看住秦鸾 我即使死 也不会与你死在一起 你即便杀了我 也会有人将我的尸骨带回去 然后将你挫骨扬灰 他后悔没早发现 这个女人这么疯 竟然说 想陪他一起死的疯话 他活了这么久 也不知道 世上还有这样的女人 反叛难处 只是为了拉他跟他一起死 真是疯得彻底 疯得不知所谓 他冷笑 就算黄泉路上 你也别想跟我走一起 我管不了这个 我只管陪你死 就够了秦鸾对身后摆手 杀了他 子爷瞬间上前 提剑户在周固面前 姨子一句伶俐道 秦鸾你敢 你若敢杀了我家公子 不知你会被错骨扬灰 你秦家人 一个都没有好下场 你会牵连你的兄长 你的母亲 你的叔父 还有你秦家族亲 义干人等 因你一人 而诸九族 你还不醒悟 我既然下定决心 便没打算顾忌别的 秦鸾面无表情地 看住子爷 对身后吩咐 杀 杀了他们 大魏的皇室暗杀 全权听他调遣 瞬间提剑上前 远远的 苏荣其在马上 拉弓搭剑 对准了秦鸾的后背 须余 他剑偏了一寸 如离贤一般 准确地射中了秦鸾背后 右侧肩膀 秦鸾痛呼一声 身子重剑倒地 同一时间 凤灵带着暗卫们 蜂拥而上 与大魏的暗卫们 打了起来 解救出了被围困的周固 周固看到凤灵一喜 再抬眼去看苏荣 一时间竟然红了眼眶 苏荣收了弓箭 骑马来到 翻身下马 看也不看地上倒的秦鸾 从子爷手里 接过周固 伸手扶住他 问 还好吗 不好 差一点就被这个疯女人杀了 周固有些委屈 这么多年 谁知道 他竟然包藏祸心 一直掩饰得那么好 半思没让人发现 他做什么官啊 和该去唱大戏 苏荣也庆幸他感到的及时 他是不能失去周固的 否则他也会疯 兴许想不开 就追随他去了 他伸手抱了抱他 幸好我来了 对 幸好你来了 周固浑身是伤 但还是用力回报苏荣 下巴搁在他井窝处 当年就算带着岳父 被南宫家的人追杀 我也没这么狼狈过 我几乎以为 今日必死无疑了 他自认为 带的人足够多 但谁知道 秦鸾这个女人 早就勾结大卫 竟然让元兆将大卫的暗卫 给了他这么多 只为了杀他 他不敢让粮草出问题 抽调出一半人 护送粮草 才被他追杀了多日 追到了这处荒山深谷里 他几乎怕他真被他杀了 骨头埋在这里 或者 被大卫的皇室暗卫弄走 拿他的尸骨 再去威胁苏荣 威胁难处 苏荣伸手拍拍他后背 怀抱的人身体真实温热 他一阵阵后怕的心 才渐渐安稳踏实 四周刀剑厮杀 血腥味弥散整个身骨 片刻后 周固情绪渐渐稳定 苏荣才放开他 一手扶住他 一手抽出刀剑 扔给地上一座起身的秦鸾 眼神冷极了 你自杀吧 秦鸾沉默地 看住苏荣与周固 眼神一片灰烬 苏荣没什么可跟秦鸾说的 看住他 难道你要我亲自动手 秦鸾慢慢地拿起苏荣丢给他的剑 握在手里 对他说 你刚刚明明可以一剑射死 我为何没有 苏荣的剑法 不说百步穿扬 但也可以分毫不差地射死一个人 秦鸾以前陪同狩猎时 见识过他所认知的苏荣 就没有他不会的东西 剑术也不差任何一个军中的弓箭手 苏荣冷眼看着他 给你一个你自己自杀的机会 秦鸾嘲讽 我竟连死 还要谢谢你吗 苏荣冷笑 你说呢 你这样的人 当真知道自己这一生所求的是什么吗 难处的围观之道 你走得不畅通吗 做什么想不开自寻死路我知道 我只求让周固陪我一起死 秦鸾大声说 围观之道五载 举天下皆知 王与王夫 情深四海 共掌设计 我做一辈子臣子又能如何 我永远都不会甘心 不甘心又如何 你别做梦了 如今你该知道 无论什么时候 这都是你的妄想 是不可能的 苏荣毫不客气 若是你为了大魏皇帝的皇后之位 我还能高看你一眼 佩服你的野心勃勃 不择手段 但你看看你 为了什么 又做了什么 不知所谓 秦鸾卧颈剑 我以前也觉得 大魏的皇后之位 是我的野心 能爬到的最高的位置 但后来 他一字一句 皇后之位也没什么好 一个空有其名 能力不足的大魏皇帝 我做他的皇后 有什么可光彩的 还不如我杀了周顾 再陪着他一起死 我这一生 也算心愿已足 可是倒头来 只有 你自己死 苏荣毫无情绪 且还会牵累你情家所有人 首当其冲 就是你的兄长秦弱 他无辜不无辜 他对你这个亲妹妹 不好吗 你要断他仕途生路 秦鸾眼底不渐渐悔 当初若非我起义 你压根就不会想起 找大梁太子要他 他也不会被你带到南处 他慢慢拿起剑 一字一句 也活该他有我这样的妹妹 他说完 再无别话 横剑自吻 他力气足够 手紧紧钻死剑柄 鲜血顺着宝剑留下 他身子软软地倒在了地上 至此 他没说悔 也没说下辈子如何的话 他就是一个初衷 不想活了而已 本是要杀了周顾 他在陪着他死 如今就他一个人 自吻欲君前 什么亲情 九族恩情 仇怨 以及被他埋在心底 深处的野心和不甘心 都随着他自吻 鲜红的血流了满地而结束 第882章最后一期 大结局中 苏荣带来的暗卫数量 十分可观 将大卫皇室暗卫绞杀殆尽 一个活口没留 凤灵杀完了最后一人 擦前进剑 还剑入鞘 回头看着倒地 自吻而死的擒鸾 低骂了一句 恶心人的玩意儿 周顾 深以为然 凤灵问 姐 这疯女人抱尸荒也算了 苏荣摇头 将她尸骨收了 回去交给秦若吧 凤灵叹气 姐 你就是太善良宽容了 这疯女人 差点杀了姐夫 苏荣摇头 不是善良宽容 是人都死了 免得秦若再跑来 给她收一趟尸这些年 秦若一心为朝廷 秦鸾这些年为女学 也做了许多实在政绩 她反叛是真 但成绩也是真算了 她说完 问周顾 你说呢 周 顾毫不犹豫 听你的 你说如何就如何 就算她早先恨得 想杀她 错骨扬灰 如今人都死了 苏荣也将她救了 她并不在意了 凤灵文言 只能让人收了秦鸾的尸首 压在马后 带回军营 一行人很快就离开 这座八荒岭 绕路返回军营 而军中 苏荣周顾不在 老护国工作阵 与张运商量 在周顾命人押送 两个粮仓的粮草到达后 便又制定作战策略 攻打大卫兵马 夺下八荒岭 南宫征与元臣 带着人马结败退 元臣白住脸说 怎么回事 我们的行军战略 怎么会泄露 也有内鬼吗 南宫征沉着脸道 我身边的人 不可能出问题 王爷 查你身边吧 元 臣也说 我的人也不可能出问题 那就查监军 监军可是王爷岳家的人 南宫征看住他 元臣脸色变幻 到底没说出不查二字来 因为他也拿不准 他娶的王妃 是大魏世家之女 英家中长着兵权 皇兄让他娶 他就娶了 于是 大魏一边撤退 一边查内鬼 被南楚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又连丢树城 这一日 元臣忽然对南宫征怒了 南宫征 监军已被我的人控制起来了 为何我们这一战 还是败了 南宫征脸色也难看至极 这就要问王爷了 你的人可否前进 另外 军中士气低迷 听闻陛下那边 与大梁交战 也连撤了几次败仗 丢了树城 而我们这边 开始就出师不力 皇后被俘 后来你说陛下 埋在大梁的暗棋 起了作用 南楚粮草出了问题 但这都过了二十余日了 南楚步步紧逼 不见粮草吃紧 到底又是怎么回事 元臣也不知道 他快疯了 他咬牙道 如今怎么办 再退下去 就退到京城了 京城不是还有 最后一道防线吗 届时与陛下的退兵会合 兴许我们还有一战之力 南宫征道 元臣丧气 但愿吧 他是没有怀疑南宫征必尽 举天下皆知 南宫征与苏荣 有不共戴天之仇 他出的南楚 背弃南楚 叛国到了大魏 是不可能再被赐大魏的 大魏的最后一道防线 叫于关城 南宫征与元臣 带着大魏士兵 退到于关城时 元兆咬牙撑着 没退到这最后一道防线 但苏隆与周固已回到军中 带着南楚大军 一路杀到了于关城 元臣白住脸对南宫征说 我们必须死守于关城 南宫征看住元臣 王爷 死守不了 元臣问 为何 我们若是死扛守城 一定能撑到皇兄到于关城 南宫征目光怜悯 对他直言 因为我会开城门 什么 你 元臣一时失语 猛地后退了一步 恍然失声 难以置信 是你 你 你叛了大魏 一直以来 透露军情作战的人是你 南宫征点头 王爷的反应也太迟钝了 元臣怒道 你为什么 你不是与苏荣 对 我是与苏荣有仇 我祖父知死的仇 南宫家落败落荒而逃到大魏的仇 南宫征接过他的话 但是 南宫家活着的人更重要不是吗 大魏早就呈现王国之兆 若是我还与大魏共进退 岂不是傻子 元臣一时说不出话来 片刻后 他猛地抽剑 南宫征 你这个背信七亿的 他话音未落 一人在他身后刺了他一剑 将他捅了个洞穿 元臣身子僵住 手中的剑握不住 在距离南宫征几寸处 光当一声落地 他慢慢转回头 看见握着剑面无表情杀了他的人 瞳孔睁大 张口喷出一口血来 你 你 杀他的 这人 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王妃 他的王妃出自大魏的十家贵族 长大魏三分之一兵权的宇文家 叫宇文艳 宇文艳本有两情相悦的青梅竹马 却被袁兆一指赐婚 拆散宇文家腾宠女儿 却也只能在袁兆的强势下忍气吞声 南宫征暗中找上宇文家 到大魏气数一尽 迟早会成为大梁 与南楚的盘中餐 于是 宇文家被他说服 暗中投靠了南宫征 世家们最懂审视多事 他们最怕的不是王国 而是王族 而宇文艳早就乔装躲在军营里 等住杀元臣的这一日 他对元臣没有任何感情 反而十分恨他 恨不得亲手了结了他 而南宫征 之所以让战士拖了这么久 就是一战一战地 解决拥护元臣的人 和军中元兆的人 将军权和局势彻底控制在手 退到于关城 杀元臣是他最后一步棋 今日 南宫征就给了宇文艳杀元臣这个机会 宇文艳从元臣背后捅的这一剑准头十足 元臣只说了两个你字 剩下的话 一句也说不完 大口大口的吐血 很快就倒在了地上 宇文艳丢了手中的剑 砸到了元臣的身上 眼里是手刃仇人的快感 元臣 你也别怨我 你让人在狩猎的马上做手脚 摔断了楚瑜的腿 又让太医暗中是手段 让他的腿永远站不起来时 你就该想到会有今日 我必杀你 元臣眼底一片灰色 闭上了眼睛 元臣一死 他的暗卫被绞杀 他身边仅剩的几名亲信 或被杀或投靠了南宫征 于是 当南楚的大军濒临于关城时 南宫征命人挂了将棋 打开关门 迎苏荣与周固入城 元兆被大梁打得结败退 咬牙死死之称时 听到南宫征被刺反叛 杀了元臣 迎周固与苏荣入城 于关城挂上了南楚的旗帜 他眼前一黑 身体晃了晃 一口血喷了出来 追随元兆的所有将士 都齐齐色变 觉得大魏真要结束了 陛下最信任的南宫征 谁能想到 他与南楚有血海深仇 不知何时 竟然又被南楚收买了回去 如今大魏一半兵权在他手中 他却投靠了南楚 这样一来 大魏还有得打吗 元兆吐血后 终是没撑住 晕了过去 在他醒来时 又得了一个消息 他在南楚埋藏的暗棋 秦鸾已自吻 他派给他的一半皇室暗杀 都已被苏荣绞杀 一个活口未溜 元兆这一刻 也知自己怕是气数已尽 但他不甘心 想大魏泱泱大国 曾经将大梁与南楚逼得 毫无还手之力 如今却在他的手里 落到被大梁与南宫灵猎盗 既然陛下不降 纳臣只能提陛下的人头 劝陛下降了 元兆躲闪不及 对 意见刺中心口 他整个人恍惚地 看住这名将领 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人 出自大魏第一世家邓家 叫邓平旭 他杀他 也代表大魏第一世家邓家 判了大魏 用他的人头 做头大梁的投诚礼 元兆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但大口的邪吐出 片刻后 他挣扎了两下 倒在了地上 不是所有的帝王 都有幸死在战场上 也不是所有的将士 都在亡国之兆来临时 抱持死至 尤其是世家邻力的大魏 他们看不到国之前景下 只要活着 繁衍下去 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这是世家世代生存之道 天下兮兮 皆为历来 天下嚷嚷 皆为历往 泱泱大魏 便这样遭南楚 与大梁两国分割 亡国了 大魏皇后罗燕 本世被俘 听闻大魏皇帝身死 一含恨吞金而死 苏荣因南宫征 长了大魏一半兵权 而分得了大魏三分之二的疆土 将本世南楚的小国 土地辽元扩充了两倍 成了仅次于大梁的大国 两国以各自所吞并的疆土 分庭而至 在龙攀山 巡洋古道会晤 签订百年盟约 友好邦交 天下共治 和平大同 签订盟书这一日 王夫周顾 皇后端华 两国丞相率文武百官 共同见证 自此 三国天下不断纷争的局面 彻底成为历史 迎来了空前少有的百年盛世太平 盟约签订后还朝 苏荣丰南宫征为善安王 张运为永安侯 其余将领官员 论功行赏 当然 有赏亦有罚 情若自愧 自寝罢官 情家子孙 三代内再不入朝 他终究是与情家一起 为亲妹妹的所作所为买单 受之千类 实际在 王与王夫 定国安邦 共创盛世 造福天下子民 使百姓安居乐业 四海海燕和亲 攻在南楚 既在千秋 一生恩爱 西夏有三子 一女二子 长女长天下 四子三子福设计 盟约虽百年 但实则天下盛世延续两百岁已 南楚丞相叶归雪 一寻到心仪之人相伴 一生连结 名垂青史 与大梁丞相苏行泽 并称千古名相 全文完 五百岁妹